首次上稿 13点37分更新时间 16点56分 记者钟鸿良台北报道 四奉吕先祖吕洞宾的木炸指南宫过去被传为是分手庙 认为只要是情侣一同前往必定会分手 指南宫为了破除传言 于七夕前夕与猫空国际观光茶情商圈合作举办情人风茶去 邀请情侣们一起打破分手魔咒 猫空国际观光茶情商圈协会理事长张有林表示 吕先祖被冤枉一百多年 所以每年都要帮忙澄清 十年已经有上千人替指南宫当代言人 指南宫主委高超文说 以前要拜吕先祖需要爬1463的阶梯上来 现在大家都是搭车搭毛空缆车上来 相当方便 而他说 拜吕祖可以保障健康 财富以及功名 最重要的 高说 吕祖可以为大家带来缘分 他说 狭海城黄庙是给起源 而指南宫是赐证员 给大家真正的缘分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也出席活动 他至此表示 希望恋人可以搭恋爱巴士 到指南宫 买个小纪念品 体验一下风茶活动 柯文哲受访表示 猫空地区4月通过修监农业区的规划 其中茶叶是木榨地区重要产业 因此透过风茶去把茶叶跟文化融合 而从好市府就开始推动的三猫计划 也就是猫空 猫空烂车 大猫熊 动物园 的整体规划近况如何 柯文哲说 三猫计划还在陆续规划 因为Zoo Mall原址还是要改 但要把对面的木榨路四五段 及动物园一起规划才会有经济效益 因此今年拨了500万座前期规划 而其期将近 柯文哲会如何跟太太陈佩奇过 他说 不用啦 应该大家都很忙 表示他除了会出席大道成的音乐会 今年应该没有特别活动 至于要不要带太太来破除指南弓魔咒 柯则说 早就没有魔咒了 那中文字丝 你和我看 你和他看 他看 我看 你和你不捷录